你的法律從哪裡來 違反那條法律怎麼處分 二到六歲我今天不是在講開玩笑 我今天在講的是二到六歲沒有三樁一Q 也沒有所謂的契約規範 也沒有所謂的登陸系統 也沒有溯源追蹤 而你看 國民加國中加起來3300多家 幼兒園公立加私立6384 幾乎是國民小學跟國民中學加起來數量的快一倍了 而這裡不在三樁一Q 不在所謂的實彩登陸 也不在所謂的契約規範的範圍內 而你們要求他做的手段 是一個有效的管理手段嗎 有罰則嗎 有強制性嗎 有母法依據嗎 有嗎 而這個二到六歲是所有的兒童裡面 對風險承擔的能力是最弱的 那要怎麼處理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喔 是不是先請教育部 好 教育部蔡市長 可能還要加上農委會 好 黃副主委 謝謝 主委 你們現在增加了這個營養午餐的補助這個三樁一Q八億元的經費嗎 這個農委會副主委 那個三樁一Q八億元 對 對 你是怎麼拼搭出來 教育部 這個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所做的 我先從教育部開始講 就是說這是公私立學校的那個數量 那我們知道你們 我們本來是源頭管制 那現在是不得已的狀況 從源頭 那被 我們被要求要開放 那因為從源頭就要開放了 從那個外來的要開放 但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當然政府會有提出配套 就配套跟管制的手段 我要講的是 這個配套跟管制的手段 有給予這個所有的學校 各級學校嗎 有給予各級學校嗎 我們的配套跟你的管制手段 都來自學校衛生法 學校衛生法的話呢 那學校衛生法 它的覆蓋率 給予各級學校嗎 幼兒園沒有 幼兒園沒有 所以幼兒園 我們就不要講 剛才在野黨立委講的0到2歲 它是從0到6歲都可能涵蓋 2到6歲在裡面 那2到6歲裡面呢 我們的所有的配套的這個制度 包括登陸的系統要去溯源追蹤 包括希望在這個所謂的學校外 那個訂合統餐採購的這個希望在契約規範裡面要做規範 然後希望孩子吃到的 我們知道2到6歲 剛剛在講連立法院的法治局 他們都做了一個研究 立法院的法治單位他們認為說 事實上呢 對於兒童的萊克多巴胺所承受的 這一個風險 那在台灣或對世界來講 兒童都沒有進一步的評估資料 更何況他不是6到12歲的大小孩 是2到6歲會吃豬肉 也會吃豬肉加工食品的2到6歲的小小孩 這個風險承受力是相對更弱的 都沒有在你們的覆蓋範圍內 那這邊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9月18號 也邀請幼教業者來討論 我們9月26號因為跟他們討論了 也要求他們在幼兒園裡面 也要用國內的食材 你們要求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嗎 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嗎 你們要求他們應採購國內的國產豬肉或是加工食品 但是有罰則嗎 你的那個公文裡面我去問了幼教業者 他們說只要求做兩點 你們認為的有效管理的手段只要求做兩點 第一點要在於幼兒園的門口要張貼我們本幼兒園採購的國內豬肉 這要告訴大家 第二個要在菜單上公告 讓大家家長看到 我們使用的是國產豬肉或是加工食品 但是我要講的是這個叫做有效的管制手段 你要求他只做公告而已 不是跟委員報告這個就跟我們石安五環的作法 你先告訴我 你的法律從哪裡來 違反那條法律怎麼處分 我們因為這樣公告 2到6歲我今天不是在講開玩笑 我今天會講的是2到6歲沒有三張EQ 也沒有所謂的契約規範 也沒有所謂的登陸系統 也沒有溯源追蹤 而你看國民加國中加起來3300多家 幼兒園公立加私立6384 幾乎是國民小學跟國民中學加起來數量的一倍快一倍了 而這裡不在三張EQ 不在所謂的那個實彩登陸 也不在所謂的契約規範的範圍內 而你們要求他做的手段 是一個有效的管理手段嗎 有罰則嗎 有強制性嗎 有母法依據嗎 有嗎 而這個2到6歲 是所有的兒童裡面 對風險承擔的能力是最弱的 那要怎麼處理 各位委員報告 那個公立學校 公立幼兒園還有公立小學的附幼的話 這個都已經都已經被登陸了 你都不要把公立算罪都已經有了 啊私立還有四千三百控三斤 那私立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要求他公考 四千三百控三斤 這個在你現在的國民國中的數量 遠勝過你現有的國小跟國中加起來的加數 你國中加國小跟他三千三百多年嘛 私立幼兒園的四千三啦 你跟有相同的管理手段沒有 有法源依據沒有 有一個有效的強制性沒有 我請副主委 我知道你今天回答不出來 所以讓你想一下 副主委你們估計了八億 那我要問你幾件事情 因為我講很務實就是說 那顯然整個學校的營養午餐的供應裡面 很重要一環就是說 他要求要登陸嘛 要做緣追蹤 然後要校外訂合同餐的採購契約 要從契約規範 那你們為了確保孩子吃到 真的是國產豬的 國產豬肉和加工製品 所以你們現在是三張一Q 雖然前幾天有一個新聞 聯合報出來的 然後講說是不是要免產銷履歷了 但是我知道主委 第一時間就馬上出來澄清 而且說一定要有有機標章 要產銷履歷CAS和QR Code 完全主委講的好像是三張一Q 沒有所謂取消免這個產銷履歷這件事情 是吧 沒有 沒有 好那很好 那我要再問你 你從3.5塊變成6塊 你是怎麼評估出來的 你知道你可不可以先回答我幾件事 你知道學校現在在供應營養午餐裡面的成本 那如果全部改成國產豬肉和國產的豬肉加工品 那這個成本漲價會在漲在哪裡 它可能是漲在 大部分都知道是在加工調理品 再製品居多嘛 那你知道學校裡面的營養午餐 加工調理再製品加工製品 佔它的成分的比例有多少嗎 然後再講全國的加工再製品 使用進口材料進口豬肉 它的比例又有多少 你可不可以先回答我這個 因為你認為增加了 你從3.5變成6塊嘛 是 然後全國的國中小嘛 你認為只要增加8億就夠了 因為180分了 那我還沒再講喔 還有幼兒園的 還有幼兒園的4303家 更不要講管理成本 更不要講要不要納入登陸系統 這個錢都還沒有沽進來 那我先問你 你幾幾百億是怎麼算出來 6塊錢你怎麼沽出來 那有夠 你一定算說 他因為營養午餐的比例有多多嘛 加工製品的業者使用進口原料的 比例成本大概多少 那全部改換成這個 國內的原料的話 他要增加多少 應該是這樣子估的嘛 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報告一下 給我們聽一下 這個今天早上我們 今天早上看到的 就是從3.5塊調成6塊錢 沒有啦你跟我講 我剛才問那幾個問題就好了 你是怎麼勾搭出來的嘛 我們的學校裡面 小孩吃的營養午餐 他的一餐的餐費裡面 加工產製品 加工製品 再製品 到底用多少比例啦 那個委員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背景的數據 目前有參加張Q的部分 現行國中小學部分 就是大概豬肉部分是七成 所以在七成裡面的部分 我們進一步有細分 那這目前的一個豬肉的使用的一個部分 大概只剩下這三成的部分沒有去使用 那我們預估像一年用的部分 大概是有使用張Q的總共大概是一萬一千噸 你這個沒有回答到我的重點 你的講是原食材叫豬肉 我現在跟你討論的是加工製品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加工製品 因為加工製品的風險才是最高的 我去菜市場豬肉攤賣豬肉 台湾國產一看就知道了 但我現在不能了解的是 這個加工製品 而且副主委你很了解喔 我們的CAS裡面 我們全國的加工製品 加工製品業者生產者 他去申請CAS的比例有多低啊 簡單的說 加工製品大多數都是沒有CAS的 不是嗎 加工製品在營養午餐的比例有多高 然後加工製品使用進口食材的比例有多高 這個風險怎麼評估就算了 但是你要去估計改換成國內的製品 然後你要怎麼賓國這個送你出來 不知道 這個 實品 我知道實品是衛福部管的 你管豬肉 這樣 部長你怎麼知道 陳部長你知道嗎 台灣的加工製品 肉類加工製品 申請CAS的比例有多高 然後 加工製品 大多數都沒有 現在這個管理是怎樣管理 對於加工製品這一方面 我們大概從106家的輸入 我們有食品雲 看到加工廠裡面 加工廠它除了加工原產地之外 它還要標它的原料 我不是在問你這個問題 我是跟你說 我們的加工食品 有申請CAS的比例 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很低 你不知道請回 我是要問你說 我們 因為三張一Q就是CAS 三張一Q 但因為這是溯源追蹤 溯源追蹤就可以問責 但加工食品 去參加三張一Q的比例不高 而且大多數 我們使用的加工再製品 都是沒有申請三張一Q 那你怎麼去評估這八億元 好這樣就算了 我看你要回答不出來吧 副主委你怎麼回答不出來 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資料 我想要這樣說你的錢不夠 你的錢絕對不夠 那我現在再說回來 我告訴你 這個幼兒園涵蓋進去的話 那要怎麼處理啊 幼兒園涵蓋進去的話 這數字怎麼可能夠呢 現在要花幾億了 幼兒園的加速 你去登錄這個 溯源追蹤的系統 你去做一個契約規範 你去採購上的規範等等 如果真的去做了 那個成本跟國小國中 是一樣的 一間雖然幼兒園收一百的 但是他去做這件事的 行政人力的成本 是一樣的 這樣你錢再多一百刀也不夠 因為現在國中小家 這三千幾間 現在幼兒園全國私立的 就有4303家 而我現在不好意思在講 這個教育部 我告訴你 因為他的法律法源依據 包括實踩登錄 包括學校外訂和統參的採購契約 我們講說所謂的契約規範 有效管理的配套 這個都是依據學校衛生法 而學校衛生法的法源 管理不到私立幼兒園 你不知道 但是我告訴你 私立幼兒園也不是無法可管 而照法 右照法裡面25條 駕保服務機構 應要遵守一些相關的管理規定 但是違反這一條 你有行政指導 行政指導下去以後 教育部即便訂一個行政指導 25條行政指導把它頂下去 違反的話 法法三千七萬五 三千七萬五 聽有嗎 好 先請回 我再來問下一個問題 教育部 不好意思 市長你不能下去 我還沒說算 因為今天報告 你今天就來了 國中小學校營養午餐 剛才衛福部 食藥室說這樣 刺得全破 台山業者 我半學半年去檢查 一年檢查兩次 自立午餐去一次 不算很好的 我告訴你 我們學校 不要說聯合積查 我先說溯源追蹤這個體系 溯源追蹤這個體系 你今天的報告 呃 就直接講了 溯源追蹤 是我們問責於學校很重要的一環喔 學校要確實登錄啊 但是你看教育部 今天報告 第一的就說了 檢視食材包裝原產地的標示 學校的驗收人員 不負責查核標示的真偽責任啊 無能力啊 對 我跟你說是怎麼無能力 因為呢 2016年喔 教育部自己就已經說了 2016年喔 教育部到我們這裡來開會 他的內容報告 他問題分析說 如果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進口到我們學校 會有什麼問題 這是教育部的官方資料 他第一個就講說 瘦肉精的豬肉混沖國產豬肉 這個是他第一個 放在問題的第一點 供應商參為假冒CAS 第二個 學校食材採購驗收人員 欠缺專業的辨識能力 阿民就別說了 只有這兩點就好了 這兩點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怎麼解決 混沖阿 然後欠缺專業辨識阿 然後呢 你今天又來這裡告訴我們說 你學校的人員不負這種責任 出包了 我們不負責查試這個真偉 所以他阻缺了 這個法律的責任 會處分到學校 因為你們覺得他不負真偉 真偉就要叫那個農委會跟那個衛生單位來 你是這樣說嘛 問題就在這裡 但是你不負責任 這是農委會跟衛福部的責任 這你們怕的太極權 那下一張 沒有了 好沒關係 那我來跟你講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去看一下 真的有法度把關 我們看起來最大的亮點就是溯源追蹤 剛剛有這個三張EQ的無緬王阿 三張EQ出來的全部都安全阿 這個是實際聯合積查的情形 我看一下這個報告的主題是 衛福部2017年12月12號 106學年度 學校午餐聯合積查專案 第三階段 中央部會聯合積查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裡面就有說到幾點了 這是衛福部說的 不是我說的 他說 第二點你以為第二點先看 是張EQ生鮮材料驗收及可追溯性的確認 他們去查了以後發現 符合的比例是76% 72加 然後不符合是22加 就他去學校去看的 符合率只有7乘6 他不是沒有定義 這是都有定義三張EQ的 他寫四張EQ OK 四張EQ裡面 符合率只有76 然後呢 學校如果自設廚房自立午餐的 符合率更低 72.7 結果發現 團善業者符合率還82.1 然後呢 他這裡講一個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 他說 不符合的原因 第一個 主要是沒有使用張Q食材 無法追溯 無法追溯 他這不是 有張Q要去追溯登錄 可是他去看 去檢查是 無張Q食材 無法追溯 去眼中看 號稱是有張Q 去眼中看是沒有張Q 其次再來 結果他有張Q喔 他去追溯喔 然後查核 並沒有該日的食材的農產品生產追溯品項 欸 他登記了張案Q 結果 衛福部聯合地方政府去檢查 結果根據這個張或Q去溯源追溯 查出來是 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生產那個東西 這是什麼 欸不 市長 不是 這是偽造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啦 我們是要學校要把他的食材要登錄 可是他登錄的話 他不一定是 因為他也有可能是 他沒有辦法買到這個三張AQ的食材 所以他登錄的話他不一定都有啊 沒有啦 我不是在說 他在這裡說的是 我不是在說那61以外的39 我們現在講是 他登錄了張Q了 結果第二點的最後一 倒數第二行 追溯查核 沒有該日食材的農產品生產追溯品項 他登錄了 但是查不到 人家生產者沒有生產那個東西嘛 那第三點啦 這個是聯爾基曹 他去學校自立午餐或是同學 團散業者那裡看 第三點喔 查核使用張Q的食材 符合性和可追溯性的確認 都發現 這個 無論是學校還是團散的驗收紀錄 都有一種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來源 數量 標章標示 批次有效日期未能完整紀錄 他們尤其要求什麼 尤其是對於數量重量的紀錄 是未來應要求的重點 這是下意思 他說他是張Q 但是 有可能全校買了30公斤 才能夠組成全校可以供應的 他去跟張Q業者買了10公斤 其他是餐混沒有張Q的 有沒有可能 很有可能 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現在問說 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有張Q就安全 在學校的 在衛福部去聯合基地塔的過程裡面 就發現這個張Q的登錄系統 問題很大 問題很多 更不要講剛才幼兒園全部沒有覆蓋 有覆蓋的造假的 有問題的 還是很嚴重 那更何況 我現在要告訴你 加工食品 大部分都沒有申請 張Q 大部分都沒有 我現在要問你 那你再回答我 那個營養午餐裡面 加工食品的比例 有多高 比例佔幾% 剛剛以那個豬肉的了解 跟農委會這邊有一些了解 大概加工品的部分 約略是佔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什麼意思 那是全國豬肉的加工品 會佔豬肉 就是佔 使用豬肉 使用豬肉 加工品的比例是十分之一 是每 是每 噸數 噸數 噸數那是多少啊 那十分日子 進學校的 現行進國中小學的量 不代表是外部的消費者的量 十分之一 那大概是一天多少 一年大概是1100公噸 1100公噸 平均每個人分配幾公斤 這可能要算一下那個學生因素 對 兒童的健康風險評估 本來就沒有 幼兒的更是麻煩更沒有 然後大概要吃多少進去也不知道 然後風險會增加多少也不知道 張Q的系統還有產生這種可能 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主席站起來 其實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 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我會再排喔 我會再排喔 對 我 我正要講說 因為我們從源頭開放了 那我們的配套管理制度 是要有效的 如果這個覆蓋率 是還有一半 還有這麼多 連幼兒園的加速都沒有進來的話 那這個覆蓋率有問題 那現有的張Q的這個溯源制度 也有問題 那我們在講說 你理想的管制的配套 跟實際去執行的這個差距 落差也很大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真的是 語重心長的要講說 十分之一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每天孩子經常就是有這個 混沌湯 起司豬排 里肌肉 炸豬排 水餃 包子 黑胡椒 豬柳 這個都是加工再製品 這一些品像 都是加工再製品 那我們也希望衛福部回去 保長今天在這裡 我已經也是醉了 你再過來 但是我沒時間跟你問 就說兒童的風險評估 更何況是二到六歲 這麼小的小小兒童的風險評估 這個是 即便過去沒有做 即便外國沒有做 我想我們也應該花錢 花時間 要去做 要做 這樣你換你的法治局 其實都是這樣子建議的 我們是希望 該花的錢都要花啦 然後呢 高風險的 族群的風險評估 也不只是 只有小小孩 兒童 那醫院裡面 醫院裡面的公餐 需不需要 也全面要要求和約束 因為醫院裡面 大人本來就是 生病的人 那社府機構 或是 那些障礙服務的一些機構 他本身 或是老人 他本來新陳代謝 本來就是有一些相對的 比較差的 或者是這一個心血管疾病的 那他們所服用的藥物 跟萊克多巴胺 雖然號稱四小時可以代謝一半 但是 新陳代謝差的 心血管疾病的 然後還有吃其他藥的 有沒有交互作用 長期服用的這個影響是什麼 我想這條路真的是要做的功課還很多 而我們卻已經要開放 我剛才說的 醫院要開始 可是教育部 學校裡面的問題還很大 次長 署長 拜託你們回去 好好想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林淑芬委員 最後陳玉珍委員 陳玉珍 陳玉珍 陳玉珍不在 好 我們